中午简单聊聊这个盘面 今天的大盘非常让人担忧 注意啊,这两三天的时间 我在心里面都感觉上这个盘 好像要变盘的那种感觉 他们不是往上讲,是担心会一条大鹰下来 昨天跟今天是高考的时间 有些朋友讲大盘 今天两天是高考的 不要给我们这个社会添再多的麻烦了 稳稳的就可以了,不要大涨也不要大跌 但是注意啊,股市不用计较你高考的时间的 另外一点,高考里面都是讲什么 考的传队,蒙的传众 我们股市也要 也希望大家呢 打板或者说操作哪个票的时候 全部蒙的对啊 第二天能有这个比较大的意见 大家简单来回过整个阶梯 我讲过市场的情绪 一看这个阶梯板,基本上就一清二楚 因为主力跟油脂 它能搞的就是这些 如果这些表现不好的市场情绪绝对是不好 今天海汽跟火锡继续顶着 这个路三呢,因为是属于刺新果 现在还是比较犹豫的 而且是比较高的五十八块钱 这两个,还是实实的顶着上面 但是两个空间顶着上面 下面的表现不一定好 留意一下 接下来,接下来海螺 直接捏停板 青岛双星昨天找出第一天板 以后今天继续冲涨停板 所以这个表也是属于国资委的 而且才五块多钱 要不要打个勾或者打个信号留意一下 你就自己去观察一下 下面的二进三呢 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全部没有 现在能冲的只是留下了青岛双星 然后刚才水发氧气 稍微冲了一下最终 没风的注 没风的注 那么这上面这一大堆 你看这里面表现的 它有溢价 但是风板的意愿非常的弱 非常弱 这个基于停序 以及这个盘面的下跌 有非常大的这种因素 再加上 上面的 昨天的 手板的这几个 你看一下这里面的 往上冲的 往上涨的 也就一进二的 特立 这个老妖 是吧 现在冲长凌板了 然后接下来有个大理跟这个盘龙 那么其他几个人没有接上来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 也就这手板一旦出现 一进二的大幅的减少的情况下 要么就休息 不要乱操作 要么你就紧紧盯着上面高位的 不要去过多的去考虑 哪个哪个吸筹之类的 按我们打板的 韭菜打板的这里面的 他一进二的 如果是大幅度的减少 基本上就休息 或者说 在弱势的时候 把目光盯上高标票 这个是思维里面的快速的转换 然后讲到这个盘龙药业 今天的几个药业的 往上冲 你看这里面 大理盘龙 龙金金娃 中国新华 把这些医药的往上冲 这个板块 表演就要讲了 要回到了什么赛道路之类的 注意一下 那么讲到盘龙以后呢 今天呢 要讲一个板块 就是可转载的 看看今天可转载的表现 连续几天可转载呢 都经常出现了几个票 连续集结盘中停牌的 涨停牌的 一次两次三次停牌 所以这两三天 随着这个盘面 大盘这个卫视的敏感 基金越来越紧盛 而有相应的一些呢 超短的基金 就集结颇向了这个可转载 T加零 也就是操作的时候 快进快出 而且今天呢 冲的最明显的 就是这个盘龙 变化最大 大家不妨来看看 今天这样冲的 从这三块多的位置 382块 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呢 就一拉 上到这里 差不多十个点 要到这里面 也就是说 从382主要 就拉到了这个多少 这个位置 488 三块 382 488 差不多100块钱 是吧 所以这个票呢 今天呢 这样猛的拉的话 你就也啊 在每一个快速的区间里面 可转载风险的非常大的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 利用好它的T加零的交易规则 快进快出 一进去咬一咬 得了以后马上溜 如果又进去不得的话 也快速撤出来 先稍稍休息两分钟 再去做 基本上 有些朋友呢 操作的时候 自己一分钟到五分钟之间 就完成一个操作 因此这里面 对于可转载的 为什么出现这种呢 爆场呢 我们回录以前的两个腰 一个是英科 英科转载 一个是航河转载 这两个是前段时间 可转载的两面 非常要的两个票 特别是英科 而单一人面的掌服比较 大的就是航河 一炒以后 爆炒以后呢 就受到了上场的这种呢 问询 或者出了相应的这种呢 监管 也就是市场 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转载 就会出来 兴风作浪 这些真的是要 因此在这里面呢 今天出现这种爆炸 情况下 连续出来 然后看到盘面 这样往上跌的情况下 这一批票 这一批载 你就一定要留意 看它的往上冲 要注意啊 相应的停牌的 位置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有关这些点位的位置 你一定要小心 很多人考虑到这个 特停以后呢 的风险 所以呢 刚好踩点到那个位置 准备到了时候 它就急着挂单 迈出去 所以呢 有时候往往老是碰到 都不封 不停牌 它有这种原因 但是这里面呢 基金是多少去炒作 大家呢 你要做的话 你就先了解这个交易规则 随便你涨 随便你跌 风险非常高 但是 有了这个停牌 一停就到 下午收盘 进降 十四点五七的时候 非常的被动 那个时候一开盘 一复盘以后呢 要么就继续涨 要么瞬间就没有 六个十个点 所以那个时候啊 有些朋友 你如果不熟悉 这种规则的话 尽量的少操作 甚至不碰 再有一点 没有特大的情况下 不要隔夜 可转载 不要拿隔夜 除非没办法 留得开 你干脆直接就换过 是吧 这个可以避开风险 你问鬼 然后明天呢 再卖出去股票 然后再回来转债 它差距不是很大 这个要特别留意 今天呢 这个盘面 确确实实不好啊 情绪不好 我就这样讲的 情绪不好呢 波动大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市场的风险 不是说他哪个票 能赚不能赚的问题 而是对于这个市场 这种风险的 尽量的避开 能不操作的时候 就小心谨慎的 但是 但是我是讲的 如果模式内的票 要合适的话 你继续搞 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凡是上单 只要不成交 你要盯好盘 不要放开 不要理不看 挂在那里面 就使挡在里面 这个不好 周板的 打板的 尽量的 尽量的盯着盘 这个是今天中午的 下午啊 下午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板块烦捞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盘往上跌的 可能就不止一天的问题 这点的风险 大家一定要记好 盯好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扰